《阿努哈屯》 和地图一一对应,墨南蒙古是内蒙古,墨北是蒙古国,墨西是新疆和青海。 到康熙时期,墨南、墨北都已正式纳入中华版图,唯有墨西蒙古尚在版图之外。 墨西蒙古又分四大部,论军事实力,以驻墨于新疆的准嘎尔部为最强。 康熙屡次征伐的嘎尔丹,就是准嘎尔部首领,其次则为注目于青海的和朔特部。 和朔特部有一个蒙古亲王,名叫罗布藏丹一,在他的爷爷顾什汉时代,西藏和青海结合朔特部属,也就是两帝,都在和朔特部的统辖范围之内。 到康熙后期,两帝才被一分为二,其中,布什汉的曾孙拉藏继承汉位,此即,藏王拉藏汉,由他掌管藏区行政,罗布藏丹一,则承袭了父亲的亲王军。 对,在青海当地拥有一定的影响力,后来准嘎尔部亲藏,攻入拉萨,并杀死了拉藏汉,康熙文郡,派陨师帅大军驱逐准嘎尔人出藏。 在此期间,罗布藏丹金出协助允实外,还曾在清军进藏时,与其他青海蒙古贵族一道随军入藏。 蒙古电影《阿努哈屯·罗布藏丹金》,既是和朔特部唯一的亲王,又是顾什汉的嫡孙,因此自诩极高,向来都已恢复先任霸业,总长对青海和朔特部和西藏的统辖为己任。 在他看来,西藏战乱平定之后,理所当然,应由他来接替拉藏汉,像祖先一样监管西藏,可是事实却让他颇为失落,朝廷除了已入藏效力有功为名,给予凤银二百两,断两匹的赏赐万,其余什么也没有。 康熙有康熙的考虑,无论原先的藏王拉藏汉,还是入侵西藏的准嘎尔部,亦或青海的和朔特部,都是蒙古人。 西藏战乱说到底就是他们为控制西藏而引发的结果。 他通过,驱准宝藏,已经赶跑了这巴尔蒙古,但如果又把西藏的控制权交给和朔特蒙古,谁能担保不发生新的矛盾? 为了稳定藏区,康熙下决心不再恢复历史上和朔特部对藏区的主宰,而代之以藏人置藏。 对于罗补藏丹金志在称雄,有可能形成伟大不掉之势的情形,康熙也看得一清二楚,他专门借论功行赏的名义,对罗补藏丹金意外的青海蒙古贵族,进行了破格禁风。 原位郡王的茶汉丹金,一位故事汉曾孙,被封为亲王,原位贝勒的格尔德尼被封为郡王,其余人等也都被封为贝勒,功等不同爵位。 蒙古电影《阿努哈屯》,这样一来,罗补藏丹金不仅没有在西藏捞到任何权势,而且,即便在青海地区,其势地,也因茶汉丹金等人的噤声, 受到抑制和削弱,他对此十分不满,加上准噶尔布的挑动,便生出了反叛之心。 1723年9月,罗补藏丹金称雍正心力,胁迫青海各台籍,即有。 爵位的蒙古贵族,在茶汉托罗海会盟,从这次会盟开始,他便命令众人放弃清廷所封的王,贝勒,功等封号,恢复旧日称号, 以便由他统御各部,称霸清藏和反叛中央政府的企图昭然若即。 当初,康熙之所以要给亲王茶汉丹金,郡王额尔德尼等人,赐予相应爵位,为的就是牵着罗补藏丹金,二人也果然都拒绝附从和参加叛乱。 罗补藏丹金湖穷比线,先后对他们发动袭击,后者不敌,只得双双逃离,并向清廷求援。 蒙古电影《阿努哈屯》,节选自观和五十周雍正大传, 朕就是这样汉子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